美國當選總統拜登在當地時間21日接受新冠疫苗的注射 並且對特朗普政府的曲速行動表示讚揚 美國當選總統喬·拜登12月21日 在特拉華州紐瓦克的一個診所接受新冠疫苗注射 拜登說特朗普政府通過曲速行動啟動這項計劃 這個值得肯定 他這樣做是為了證明大家應該是可以接種疫苗的時候做好準備 沒有什麼很擔心的 他很期待第二針 他希望大家聽佛洩醫生等專家的建議 談到聖誕節和新年假期戴口罩的必要性 戴上口罩保持社交距離 如果不需要旅行就不要出行 另外一些退門軍人和一線的醫護人員 也開始接受莫德納公司的新冠疫苗 在上星期大約有290萬針輝瑞和生物新技術疫苗得到發放 大部分是被醫護人員注射 截至上星期日下午約有56萬人接種了疫苗 而第一批莫德納疫苗已在星期一送達並開始接種 拜託 吉祥